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这个GISBIRD 大概是表现成什么样子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项目 好吧 那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思维导图 就是关于这个项目的分析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盒 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来大概来看一下 同样的我们当然还是必须要去打开我们的这个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项目里面 首先它会有一个菜单 对不对 那么涉及到这个菜单 是不是我们就会用到它的Widget的Menu这样一个操作 那当然这个是跟界面相关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会用到我们的TureBar 这里还是界面分析 这个TureBar是用我们的Frame 这个之前给大家已经讲解过 我们可以用一个Frame来进行操作 上面放一些Button 当然这个Button呢 我们要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布局 下面的话 这一块应该是一个StatusBar 而StatusBar我们可以用一个 就是用一个Label 对吧 用一个Label来实现 而这一块呢 是是什么 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Test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Test空间 然后就纯粹就是一个文本的这样一个显示空间 而左边会有一个航幅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Frame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把Text进行一个分割 把Text进行一个一个建具 就可以来实现相关的这样一个效果 只不过我们后面要在上面去显示一些东西 对吧 我们要考虑在上面去显示一些东西 所以呢 就是在界面上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们来把它写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编写 就是首先要有Menu 然后Menu完了要有Turbar 然后要有StatusBar 要有Text OK 好 要有这样的几块 那么除了这几块之外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实现文件的这个操作 包括打开 你看这就会有用到的这样一个打开的对话框 而这个操作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官网 实际上是有的啊 叫FileDiagram 实际上会用到一个第三方的库 叫TK 不叫第三方 其实是第三方内置的一个库 Python内置的啊 叫TKFileDiagram 会用到这样一个库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在关于这儿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个 这个我们是不是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要用到我们的TKMessageBox 就是这样一个内置的这个库 对不对 都是跟TKEnter紧密相连 但是我们会去用到它的 去用到它的 那除了这些呢 我们还会用到什么文件操作 什么撤销啊 重做啊等等 那这些会用到什么呢 这些是不是会用到我们的关于什么 关于文本操作的一些内容 对吧 TK文本操作的一些内容 那除了这些 我们还会用到查找 那这是不是一个自定义的这样一个框啊 这算是我们的自定义的一个Diagram 对吧 用了自定义的一个Diagram 而这种自定义的Diagram我们是不是往往会用Type Level Top Level去实现它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画出这样的一个显示的这样一个界面来 OK 好 那我们看还有些什么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就是一些具体的操作 我们要注意保存呢 这样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还会用到哪些啊 我把它分一下类吧 这应该是属于界面实现的 我把它放界面实现里面去 好 然后功能实现的 我们要用到谁呢 我们要用到TK File Diagram Dialog OK 然后TK Message Box 这其实严格来说也是一个跟界面实现相关的啊 然后我们会用到Text的相关操作 还会用到什么 是不是Open File 文件操作 文件读写操作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都用到过的 会用到一些读文件读写操作 那么在UI上面我们可能还会用到谁 还会用到Top Level 好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块也把它看作界面的话 那我们把它画上去 OK 所以这个项目 基本上我们这样一列 我们就知道 大部分都是一些UI的这样一个控制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UI控制 然后会有少量的这样一个功能操作 那么这个功能操作主要就是文件读写 还有文本编辑相关的一些操作 OK 那后面我们就来实现它们吧 好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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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